红金宝羞愧说出范诚诚声负,范冰冰联盟上前阻止,你不要插嘴。 范冰冰精致的五官和傲人的身材自从成名以后,经常被人议论。 确实,范冰冰之所以能够在娱乐圈里有这么大的影响力,也得利于自己父母遗传的良好基因。 不过这些并不是大家谈论最多的,娱乐圈纪检伟王思聪曾经评价范冰冰为贪心,说的就是她靠住跟其他明星大腕的绯闻和炒作,才成就了今天的自己。 我们都知道,范冰冰当年在《还珠格格》里饰演的一个不起眼的小丫幻金所出道,那时的青色现在在她身上已经看不到。 从那时候开始,范冰冰屡次在荧幕上出现,都给人很深刻的印象,尤其是在出演《苹果》这一部大尺度电影以后,她的演技更是得到无数网友的认可。 甚至有网友调侃,马震这种高难度动作都能演得那么逼真,还能说她演技差吗? 不过说到绯闻,范冰冰可是一个流量王,每天关于范冰冰的传闻铺天盖地。 其中被谈论最多的就是她弟弟范诚诚的出身,虽然范冰冰已经解释过很多次,他们是亲生姐弟,但是依然有人会揪住不放。 当然他们的理由是,怀疑范冰冰和红金宝的私生子。 难道只凭一次两人共同出入酒店就能确定他们发生过关系吗? 如果说他们来跟那个人有其他的倒有一定的可信度,但是私生子这回事未免太过荒唐了吧? 据网友爆料,红金宝曾经澄清过两个人的关系,说认范冰冰做前女儿这是我们知道的,但是被问起范诚诚的身事时,红金宝就显得有些慌乱。 这是范冰冰冰出来发声,我已经跟他们解释过很多次了,你不用再插嘴了。 刘冰冰冰冰